第六週來了 然後 這個禮拜 延續上個禮拜我們講了機率對不對 然後上個禮拜的作業讓大家 基本上上了DataCam的 機率的課程 在R裡面我們學機率 通常就是讓大家去熟悉那四個 基本功能對不對大家記得嗎 有一個叫D的功能 基本上是在做點機率或者是密度 然後有一個叫P的功能 因為它讓你看累計機率是嗎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是R的功能是做什麼呢 R的功能是做什麼 是做抽樣對不對是做random sampling R是random sampling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們有P D我們有R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是Q對嗎 記得嗎 還有一個是Q 所以Q是在做什麼呢 基本上 分佈嘛 我們說分佈的定義是什麼 它是值所出現的頻率對不對 是吧 所以 我們用P 我們用P基本上去看說 某一段的值域它的機率 可是我們如果知道機率要換回來值 Q基本上是quantile的意思 對吧 它要看說在這個分佈裡面的 10百分位是在哪裡啊 20百分位是在哪裡啊 它要看在這個分佈裡面的 各個百分位的那個值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有點像是那個PDF的 反過來的一個函數 是吧 所以事實上 一般教R的機率啊 基本上就是讓大家熟悉做這些 這幾件事 對嗎 那 可是我上禮拜跟大家講過啊 你光是會用這幾個其實沒有用 我們現在希望這個課 這堂課是希望帶大家真的拿機率分佈來做商業運用 所以今天我們會 上個禮拜 各位做的那些作業 還有我請大家都預先看的這個影片 在那些基礎之上我加一些商業運用在裡面 第一節 今天課程的前半 大概是四分之三左右是這樣 然後我會留一點點時間 那 今天我要帶大家開始做你們其中要用的這個資料集了 對不對 那 稍微做一下資料探索 然後 然後 因為你看 過了這禮拜之後你們就只剩下三個禮拜 可以做你們的其中 是嗎 所以你們應該要開始做了 這個禮拜的作業呢 除了有一個DataCam的 課程之外啊 就是要大家開始做你們的其中的東西了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這是這個禮拜的Plan 上個禮拜各位看的這個 Video裡面應該已經有這個背馬踢死的次數啊 這個文章用字的次數 對不對 我們會稍微再帶一下這個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補充幾個案例 我們會補充一個寡筊的案例這樣子 OK 然後有一個這個 我們會再回來老中時這個案子 然後 看一下價量關係 事實上這兩個的 次序會倒過來 我會先講價量關係 再講老中時 等一下各位會看到 為什麼這樣子 好不好 那 原則上是這樣喔 這邊都是離散機率 然後這邊都是連續機率 那我們學了這些 剛剛那四大功能 那基本上省掉了大家做一些運算以及計算錯誤的機會 可是到了最後你要把這些機率的本領用到商業實務來 你還是需要一些本事才行 所以在這些案子裡面我就帶大家來把 怎麼樣用數值來做模型 怎麼樣用模型來做 預測 怎麼樣預測來做策略 我再講一件 怎麼樣用數字 怎麼樣用數據來做模型 怎麼樣模型來做預測 怎麼樣用預測來做決策 那具體而為 這個商業數據分析就是這幾個步驟 然後我們在今天的案子裡面就都會看到 OK 好嗎 那 做完了這些之後 我說我要留一些時間 帶大家看一下OLIS的這個資料機 就這樣 這是今天的 plan 好嗎 好那 剛講過了 剛已經 帶大家講過一次 今天我還會用這些東西 然後 一樣我們很多 獎品會送給大家 那今天 我有發給大家一張 組別的牌子 所以等一下 有一些比較 今天的題目會比較簡單 所以有些可以搶答 你們就拿那個舉起來 這樣了解嗎 這樣我才知道是哪一組 好不好 所以不要把那個弄丟掉了 好 那 今天我們要用的東西 其實我知道說 各位雖然說上個禮拜 已經上了一個禮拜的機率 然後 這張圖裡面是講到我們比較重要 常常會看到的一些禮善機率 對不對 Binomial 然後 Poisson Geometry 還有Negative Binomial 他們的定義 事實上都一句話就完了 對不對 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簡單是簡單 事實上你 真的要用的時候 你還是反應不出來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對吧 等下我們出立題 叫大家搶答的時候 你就會想不起來 他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來 好嗎 所以這張東西的話 你們 等於是你的小抄 你們可以回頭來看他 是嗎 OK 想一想 Binomial是什麼 他 他基本上 什麼是隨機變數 那是隨機實驗 的結果 所出現的值的頻率 對不對 對吧 那 所以基本上 這些分部件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這些只會出現的頻率 一般都是 你要把他的定義弄得 很熟才行 我覺得你做商 學商的人 你要這幾個機率都搞不定的話 其實你做生意就很危險 你很容易就 會本 然後就倒了 對吧 所以 我們今天還會再用實力複習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是他的定義 我們回頭會再講 好不好 各位上個禮拜如果看了 DataCam那個課程 你會看到他的課程在幹什麼呢 他其實都是在用程式模擬的方式在驗證一些數學推論 對不對 他跟你講說這個推論應該是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他接下來就用這個 因為R他可以用Random Sample 然後就真的做個 10萬次啊 20萬次 然後回頭來驗證一下這些理論都對 那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 這樣的事基本上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對不對 因為這個理論他不會錯 他一定是對的 那重點不是在這些理論 是對的是錯 重點是你怎麼樣把這個理論拿來用 那我講過你要把這個理論拿來用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幾個步驟 你通常都是透過實驗觀察已經得到了一些數據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這些數據做推論 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 你直接做推論會發生什麼事 你一般來說要把它做成模型 你把它做成模型之後 然後讓它去做推論 然後推論之後再做策略 所以 我們真實在用機率的時候 事實上從這邊做過去 而不是像我們在 一般的課程 在教機率的課程裡面 老是都是 要嘛他是用數學跟你做推論 要嘛他用程式做模擬 那我們就要把商業加上去 這是我們這門課 要做 我們今天這個課 要跟大家 加強的部分 好啊那我們就廢話少說 我們就直接來看案子 看例子 對不對 OK 今天給大家的這個Data裡面 我們今天到第六 第六單元了嘛 然後第六單元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東西比較多 我們總共會有五個 五個筆記 大家不要怕這個筆記就比較短 OK 其中有一個是Allist的資料 那剩下四個就是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做補充的這個 機率的商業運用 然後你可以下載檔案 你今天下載檔案 你到這個 這個資料夾來的話 到這個雲端資料夾 其實它會有 基本上會有三個file 那這是今天的投影片 那你會看到有兩個zip file 跟以前不一樣 那這個zip就是那四個 單元六的講義 然後這個的話是Allist 就是其中要用的東西 這樣 知道吧 一樣跟上禮拜一樣拿下來 然後解開 基本上你應該就是會在 你拿下來解開之後啊 原則上就是在你這個 就跟你那些unit 345啊擺在一起 Unit6在這邊 然後會有一個Allist Allist拿下來解開擺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OK嗎 Zfile拿下來放在你們 再放這些unit的地方 把它解出來拉出來 這樣 那06裡面你會應該看到的是 ABCD有四個RMD 四個HTML 這樣 OK 有兩個資料檔 在這裡 好吧 那我們從A這個檔案開始看 A這個檔案我覺得我直接回來 可能快一點 我直接 帶大家看 HTML可能比較快 這是A OK 去Nit他一下 OK A是離散機率的驗證 我其實不打算再帶大家做一次驗證 因為你們上了DataCam的課 應該已經上了很多了 你看他做這些驗證都在做什麼 好比說我們常講說 當這個 二項分布的N很大 他就會趨近於常態分布 對不對 那底下他做什麼 他就真的去抽一個 抽了50萬次的這個二項分布 然後把N設大一點 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OK 那底下這個直條圖畫了就是 常態分布 對不起 二項分布 然後把常態分布畫出來 就會一樣 所以你在驗證的時候都是這樣 那他事實上在做這些驗證 其實只是讓你熟練 我說那個四大功能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要能夠做這些驗證 你肯定要對那四個功能很熟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D啊 P啊 Q啊 R啊 這四個功能 你要很熟你才能做得出這些驗證 那第一件事他只是在跟你講說OK 他會去你常態 然後再來的話是說 那我們說N很大 然後到底多大呢 那如果N很小會怎麼樣 對不對 那你應該要這樣想 就是二項分配喔 你如果不限制他 他總是會變成是中型對稱 那之所以N很小的時候他會變 變這樣的話是因為 因為 如果他是離散的分布他不能小於0對不對 你算次數次數沒有那個小於0的次數 是嗎 所以當他那個期望值很小的時候 他的這個 左尾這邊就會擠到 他左尾就會不見了 你看你如果把這個二項 那個常態分布的左尾切斷 他就會變成是 就會變成是 是不是這樣 OK 然後 這些理論是讓大家知道也好 不知道其實對大家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影響 對吧 然後這些驗證的東西其實只是讓大家熟練 我說過讓大家熟練這四個功能 然後 北宋這邊的這幾個特性我覺得是大家對他比較有用的 我再跟大家highlight一遍 北宋有兩個很重要的特性 第一個是說他的期望值正好等於他的 變異數 不是等於標準差我寫錯了 期望值正好等於變異數 OK OK 這裡應該是變異數不是標準差大家改一下 然後第二個 他的這個期望值對加法有封閉性 意思是說 你把一個期望值是2的北宋 加上一個期望值是3的北宋 他就會變成一個期望值是5的北宋 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可以拆解的 離散分布 那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特性對北宋來講很有用 在早期大家沒有像R這種工具的時候 通常是用這兩個性質來檢定一個 分佈他是不是北宋 OK 那現在不用了 現在我們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這些東西就變得好像 不是那麼重要 然後 講到geometry 我說geometry基本上是等待時間的分佈 回頭來 回顧一下這一張 投影片 這四個 分佈之間的關係 我在 讓你們大家看的這個影片裡面已經解釋過 對不對 就是 你可以基本上把 把這個geometry看成是一個退化的 這個 binomial 是嗎 binomial是說我實驗一個 機率為P的這個實驗N次 那麼成功機率的分佈是 binomial 那geometry是什麼 它是 重複機率為P的N次 第一次成功之前失敗的次數的分佈 是嗎 喔 那 所以你看 你看by no mil的話 它最大就是N 對吧 我說 實驗N次嘛 最多不會超過N次成功 是嗎 可是第一次成功之前你會有多少次啊 基本上可以非常非常大 對不對 你說很衰的時候你就一直弄它都不會中 是嗎 對吧 所以它 geometry基本上是失敗次數的這個 東西 那我跟大家講說 它下來之後再上來 然後 基本上這個 負二項分佈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 應該講是加強版的這個 geometry geometry是第一次成功前 然後 Nective binomial就可以算N次成功前 成功三次之前 成功五次之前的失敗次數 所以你看它多了一個參數 是嗎 它有N有P 那這邊就只剩下P 是嗎 是嗎 這邊只有P沒有N 為什麼沒有N 我說它 你再多次都有可能 對不對 那個N已經不見 已經退化掉了 那這邊它N又補回來了 只是它補回來了 這個N跟這個N已經不是一樣的意思了 是嗎 這邊講的是成功次數 這邊講的是 成功之前失敗的次數 是嗎 然後 伯爵其實大概也是這樣的想法 在這裡你會看到有N有P 可是在這邊它只看到一個LAM 對不對 伯爵它只看到期望值 它事實上不知道N是多少P是多少 它只知道期望值是這麼多 OK 這樣講大家會覺得很抽象 等下我們看例子的時候 這種東西你例子看多了你就會 自然懂得它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個N其實好像都是實驗次數 你可以這樣想 對不對 P的話都是那個 隨機實驗的成功機率 那LAM的話其實是 期望值的意思 記住這些事情 那 之後我們就可以回來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真正在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通常就是 你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案子 他說 如果有一台機器 那 對不起 這要用大一點 這邊他講說假設有個機器 它每天壞掉的機率是 0.05 那麼20天之內 它還能正常工作的機率分別 是多少呢 意思說它要叫你從 end of day 1 end of day 2 然後一路做到end of 20 對不對 看20天之內 它 會壞掉了或者說還能夠繼續工作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分佈它應該是什麼分佈 對吧 這個分佈它應該是什麼分佈 因為每天壞掉的機率 那個p就是 0.05 對不對 是嗎 是不是這樣 那 可是它現在問你說 到了 壞掉之前 會有多少天 不是嗎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 成功之前 它這個成功其實指的是壞掉 對不對 是吧 對嗎 機率的事情有時候你要 懂得 把它反過來想 是嗎 它現在 壞掉的機率是0.05 那麼壞掉之前 它能撐多少天呢 對吧 然後 那個多少天的機率是多少 你就可以用 對吧 這個p 9.05來做 你看這個p9.05它就比較像是 累計機率函數 是嗎 所以 到了第2天還沒 壞的話 你就把1減掉這個 就是 對吧 就是 它還活著的機率 是嗎 所以這個例子我在影片裡面已經講過 是嗎 所以我們想 這個 我前面這段稍微跟大家軟身一下 對吧 現在大家 已經覺得頭開始暈了 做機率是這樣 雖然它只有三個四個 機率 只有三個四個公式 可是 當你真的要用的時候你要用哪一個出來 其實 重點就在這裡 你要搞不清楚這個機率就白學了 現在已經不再像以前了 像以前的話 你通常就是 跟你講p是做andrun 然後叫你用這個數學字 去導出來那些公式 現在這些事已經機器能幫你做了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說 這個 這個情境它到底是哪一種分佈 對不對 然後我要用哪一個方形出來用 它才會有用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學商業數據分析比較重要的事 最後這一點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 其實 geometry它的期望值 事實上是 p分之一減一 然後 意思是說 geometry是說我重複一個p 成功機率為p的 的 的這個實驗 對吧 然後在成功之前會失敗多少次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把p除以1這會是什麼意思啊 假設我沒有剛剛那個例子 那它是0.05 對不對 它的p是0.05 然後p分之一就20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平均而言 就是 第20天就是它會壞掉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講 是不是這樣說 對吧 OK 所以事實上它的 期望值其實還蠻直覺的 你p分之一 因為它是算失敗的次數嘛 意思是說你如果實驗一個 0.5的實驗 然後平均而言會成功的那個 次數基本上是20次 對不對 因為有19次失敗 對吧 然後你要把它 撿回來或者說加進去這樣 這樣正好就是第24就是正好會成功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讓大家做一個這個題目這樣 這個題目就是說 如果平均而言喔 這個題目我們讓大家要搶答好不好 就是小組你們可以討論搶答 如果平均而言每一個 捐贈者有我需要的器官的機率是5% 那麼平均而言 注意喔我說平均而言我要等多少個捐贈者才能等到我要用的器官呢 繼續舉起來 好第10組 對啊 要等19個意思是說你要等到第20個人 平均而言你才會等到你要的器官對不對 是嗎 好啊所以 你要不要來 今天的今天的題目都不要簡單好嗎 所以大家手腳要快 好不好 你好 C 所以 什麼 什麼 第10組 我看的還蠻清楚的 這樣子 還有很多機會 好啦所以 我的第一個notebook其實只是 稍微warm up以下複習一下 來我們來看我們的第二個notebook 這邊我們就要開始來講離散機率的這些應用案例 剛剛講那些原則上就是直接用機率就算出來的東西 可是接下來我們開始拿它來要做一些商業 應用的時候 對吧 牽涉到策略的時候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 貝瑪提斯這個 這個例子事實上是 在教科書裡面就是以前的那個機率教科書每次只要交到北宋就一定會交這個例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每一本都有 那 我覺得可能它比較有趣吧貝瑪提斯 好像也不是那麼有趣 不過 不過 大家都用它 大家都用它 然後貝瑪提斯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基本上 這其實 Horsekick這個data我們現在把它擺在HK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 那你看它其實 有點像我們做table的結果 這個基本上是每個軍團 每一年貝瑪提斯的人的 次數的統計 我再講一遍 它這個次數是 因為那一次大戰的時候 有很多馬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 它這個基本上是統計的很多個軍團 所以每個軍團每一年 被馬提斯的人數的統計 對不對 所以 北頌這個東西我剛剛講過它是期望值 那它這個期望值通常有個單位 我剛剛講的每一年每個軍團就是單位 我可能會講說 每一個單位每一年離職的人數 每一個鄉鎮每一年被車禍 車禍被撞死的人數 很像這樣 對吧 這個 一場足球賽裡面每一場足球賽裡面進球的次數 是吧 那 這一類東西原則上它是在一個單位裡面的期望值 所謂的期望值 真的是這件事 所以那個期望值是有個單位 大家不管是我們會搞不清楚 就是常常忘了說 事實上它需要一個bundary 要有個單位 這樣 那我說 這個磁帶裡面 每10碼 平均而言每25碼會有一個瑕疵 那麼每一碼的期望值就是0.25 是不是這樣 是吧 它有一個單位這樣 否則的話你就 沒辦法用它 好所以這個 Despite Horsekick 這個是每一年 每個軍團被踢死的人數 那我說你現在實證上看到這樣 因為 你看這你看不到n看不到p對不對 你這個 軍人就跟在馬後頭啊 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機會被踢的啊 然後被踢中會踢死的機會是多少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n不知道p 你知道每個軍團抱上來 大家 每一年被踢死的人就這麼多這樣 對 實證上你看到的只是這樣 那 如果你只知道這樣 你要 怎麼樣用機率去fit他呢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的不是一個規則叫你算機率 你現在看到是一個實際已經顯現出來的現象 你要看說這個現象是符合哪個機率分佈對不對 這個 這個案子現在是這樣的情形 是吧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說算次數的分佈就沒多少種 不是嗎 那這個東西你看起來他 你就是 感覺好像每個軍團每一年 每個單位裡面有個平均值 所以你一開始你就會猜他說是不是boy song 對吧 那我們猜他是不是boy song呢 以往你要真的算你就事情大條了 可是現在很簡單因為你在r裡面 r裡面有一個功能叫做good fit 是啊 那你 你去呼叫你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個項量對吧 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你去呼叫good fit 然後跟他講說 好啊那我這樣這個分佈到底是不是boy song 這個good fit就是要幫你去檢定看看說你現在這個實證的資料 你觀察到這一份實證資料 屬不屬於 某一種分佈 那這個case我們先 檢定看看他是不是boy song 那麼檢定嘛我們就看p value 如果這個p value大於0.05的話 那基本上他就是不顯著 那這個檢定他是檢定看有沒有顯著 跟boy song有沒有 有沒有顯著差異 那不顯著的話就表示說沒有顯著差異 就是說他市值 OK 機率這個東西就這樣 他老師有他有很多那種negation 你要習慣 這我也沒辦法他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檢定 那你看他不顯著所以我們就說 他跟boy song沒有顯著差異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當作boy song 是嗎 當你可以把他當作boy song的時候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你就會問說 那他爛倒是多少 對吧 是嗎 所以那你呼叫這個good fit的時候他的好處是他會回傳一個物件叫fit 這個名字是你隨便自己給的吧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這個物件裡面就有一個 你基本上就會看他的參數是多少這樣 他的參數就0.9 所以我們知道 背馬踢死的 每年每個軍團背馬踢死的人數 基本上他是呈現 P等 對不起 就是lambda等於0.61的boy song分佈 對不對 我們 做完了這樣之後我們就做出一個模型 我們說我們可以用 lambda等於0.61的boy song來代表 每個軍團每年背馬踢死的人數的期望 的分佈 那接下來我就 問了一個 問了一些問題 這幾個問題應該我在 影片裡面都有答案 對不對 是吧 所以 你如果直接就拿這個數據來做 來做預測 假設你現在為國安庫去設計一個背馬踢死的這種保險 OK 那 貝馬踢死5次以上的機遇是多少 你如果光看實驗的數字的話你會看不到這樣 對不對 但看不到不代表他沒有 這可能只是因為你樣本太小所以你看不到而已 是不是這樣 這個例子完全就是這樣 5次以上可能機會不大 機會很小但不代表沒有機率 但是問題現在是機遇是多少呢 你原則上沒有辦法直接從這裡來做預估對不對 是吧 你如果直接把這個東西拿來除 原則上怎麼樣也除不除 大於5到底是多少的這件事 但是你知道他是lambda等於0.61的bps 是嗎 你知道他是lambda等於0.61的bps你就可以用 那個p函數 你就可以用那個p函數 把小於等於5的 小於等於4的這個機率把它求出來 對不對 然後用1去減啦 就是他大於5的 大於等於5的 機率了 是嗎 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們這樣去算 這個東西我講得快一點 因為這個影片裡面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我們才有時間補充多一點東西 所以你知道他的機率是 你看 大於等於5 那你這樣一算的話 是大概1.42 1.42 1.42對保險公司已經很重要了 你保那些火災險 保那些 被海盜 抓走的險 你保這一種險 萬登之四已經算很大了 對吧 是嗎 其實在商業界我們使用這些理善機率 通常我們的套路都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些實證資料 然後這些次數資料 我們把它fit到一個理論機率分佈之後 再用它來幫我們推估一些 在實證資料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是嗎 這是我們用這個機率來做 商業應用的這個手法 對不對 我們在 這邊是另外一個例子對不對 那只是說 這個例子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這個是要看一批文章 然後這文章裡面這個 有沒有用到魅這個字 可能這個字 然後 基本上一樣 你看 原則上你如果有些數字長得像這樣子 那通常它都是要fit到離散的機率分佈裡面 然後再推分出去 對吧 好那一樣嘛 那我們先fit看看它是不是 那這一次你fit出來 這個p-value已經小於0.05了 所以它是 顯著的跟poison不一樣 那 我跟各位講過說 現在在交機率 那 一定都會交negative analysis 因為 太多太多商業的 這個案子裡面 你poison是fit不進去的 就是這樣 你poison fit進去你就要用一個更 更有彈性的這種 這種這個 分佈來fit它 所以一般你poison fit進去 你就是用binomial 那你看看我們現在fit binomial它就不顯著了對不對 那binomial它就有兩個 它有兩個這個 參數對不對 它有一個是n有一個是p 是吧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OK 那它是 它的機率是 negative binomial 來 好 那 那 所以 所以 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我在 上個禮拜的預期影片裡面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然後 這邊我就是先給大家一點感覺說我們真的拿 我們學了這些機率 然後來做 商務運用 那 基本上它的這個套路會是怎樣 通常我們都要先去檢定這個 實證數據的這個它到底屬於哪一種分佈 然後你知道它是哪一種分佈 知道它是哪一個這個 哪一個參數之後 原則上你就可以用那四個功能去推論 你想要推論的事件的機率 是嗎 是嗎 然後 有辦法推論之後你再有辦法做策略 那接下來的幾個案子我們就真的就是會 不只是做推論 那我們要想說用這個推論來做策略 那要怎麼做 好不好 好這些案子我講的比較快因為 其實video裡面都有 假設你現在覺得跑太快的話可能可以再回去review一下 那我們現在到C這個notebook來 C跟D是我今天想要花比較多時間跟大家review的兩個notebook 有沒有問題要到這邊為止 有嗎 好我們到C來然後我就直接把它net一下好了 這樣可能快一點 那 在這個C這個 東西裡面它第一個 第一個案例是那個 直搖的成功案例這樣 OK 我稍微帶大家做前面一點然後後面我們就可以讓大家來練習 這樣好不好 那 在這個CSV裡面它是1000個信徒的直搖次數 那我們台灣人擲筊嗎 就是補到3次成功它就停止了 這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 直了5次 那就表示說他有2次失敗 這樣 如果有人直了15次 他就是有10次失敗 是這樣的意思 對吧 好所以那這邊就1000個人 1000個人 值這個直搖 值完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這個直搖的次數它會是什麼分佈 然後它參數是多少 這件事我們是想要知道 所以 所以 如果你知道了這個之後 我們大約就會知道說你直這個搖 這個搖的成功機率P是等於多少 你其實是不知道 你是想要用這份實驗數據去 求出這個P是多少 是嗎 對嗎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有一份實證資料 我們要用這個實證資料把它fit到一個 理論機率分佈裡面去 fit進去之後我們要看到的參數是多少 是嗎 前面這兩個問題大概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說 那麼我們用這個搖它值10次成功之前失敗次數的分佈是什麼 對吧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機率分佈來做推論 是嗎 是不是這樣 怎麼做這個問題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要是直接給你們做 因為我有試過啦 我有試過 我上 上次跟上上次就是有兩個學期我都把它當作 類似像問答題這樣當然要打 就這樣大家打出來的機會其實不高 這是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你要 真會做啊 真的不容易 一般的同學碰到這樣的問題他其實是做不出來的 是嗎 那我們碰到這樣你看喔 那當然我們先把它讀進來嘛對不對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直搖次數 原來我們就把這些直搖次數讀進來放在一個叫大X的 物件裡面 然後 你看我先做什麼 我先把X-3對不對 然後做table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回到 我把直搖次數 這是1000X是一個我們進到R裡面來看 我現在要去Feed 我現在要去Feed 我不是直接 P 直接把這x拿進去fit,對不對 x是這個1000次,對吧 它是那1000個人的直搖次數 那假設我們現在懷疑它是 boyson,或者是懷疑它是什麼 negative binomial的話,對吧 假設我們懷疑它是negative binomial 然後 它這個基本上是成功三次之前 失敗的次數的分佈,對吧 你現在如果想要把它fit回去 我們一般想在講的這種 這 四個分佈裡面 它可能比較像什麼分佈呢 因為它是 要成功三次,對不對 然後失敗的次數的分佈 這樣,是吧 那 那x本身並不是 x本身是成功加失敗的次數,對吧 所以你要把x-3才是成功三次之前 失敗的次數,對不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x要先-3,對吧 我說如果拿它來fit這個binomial 那 你要fit binomial之前 首先你要把x-3 第二個你要再做個table,對不對 因為 因為x-3有1000個人,是嗎 你要把它簡化成剛剛我們在做 你要把它簡化成我們剛剛在做這種 這應該是做 你要把它簡化成這種形式,對不對 先要做個table,是嗎 你要知道 這個 三次成功之前 失敗零次的有多少 就那種 拔杯 拔杯打人這樣一下就 就 對不對,有多少個,是吧 會有這樣的人 有嗎?我們可以看看,是嗎 我們如果直接對table做x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x等於3的有19個人,對不對 這19個人就是 把三次都成功這樣 所以他總共只弄了三次這樣 是嗎 然後最衰最衰的就是 這個人他弄了41次 意思就是說 第三次成功之前 總共失敗了38次,對吧 是嗎 那我們講說 Negative binomial是 N次成功之前 失敗次數的分佈,對吧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 fit negative binomial 你得把成功次數先減掉,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個人他就是 三次成功之前 零次失敗的 這個人他應該是 三次成功之前一次失敗的,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樣才是 我們想要fit Negative binomial的那個 那個項量,對吧 這個才是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把 table x-3 拿去fit這個 Negative binomial這樣 我們事實上可以這樣fit 我們直接可以fit 那個Negative binomial 然後看到會發生什麼事 先不管這第三個參數 你如果這樣子去fit它的話 你會看到它fit出來 N等於2.93 然後probability等於0.244 這樣 OK 你去fit一個 你去fit一個這個理論分佈的時候 它會找那個 根據這個數字最可能的 長得最像的那個分佈給你 可是我們知道說 刮杯這件事 N不可能是有小數點的 對不對 你沒有刮杯刮到一半縮回去的這種東西 是嗎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知道說 應該 其實 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的人 他們不講N 他們都講size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看這一系列的東西 它的size其實就是N 所以我們要跟他講說 我不但要你fit negative binomial 我要你fit3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2.9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叫它fit3 你叫它fit3 然後 再看一下 它現在不顯著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 N等於3 probability等於1.248 這樣子的 負二項分佈 來盡視這些人的刮杯的分佈進行 這個動作就是我們把一個實驗資料 把一個實證的數據 把它fit回去一個理論分佈了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理論分佈裡面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參數值這樣 那我們知道的這些 我們就可以拿它來做一些推論 對不對 拿來做推論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答案了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它是這樣的話 那麼這個杯的成功機率大約是多少 這一題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對嗎 趕快舉手啊 要趕快舉手這樣 不要猶豫 因為答錯也不會怎樣 不會扣掉下一次的那個 答體權力對不對 好第四組 對 答案就寫在這裡這樣子 那就不要把它想那麼難啦 我沒有要 我希望今天可以大家都多少拿到一包 因為我上次回去我就在想 你看看人家吃零食還蠻痛苦的 對吧 好所以這一題基本上算送分 接下來就不是了喔 接下來就不是 那這一題的話 我要再把它打到 因為這個要用寫的才有用 這用講的絕對沒有人講得清楚 OK 雖然它就簡簡單單的一句話 我要你寫出來 我們剛剛fit出來不是這個嗎 所以 Negative binomial n等於3 這個p等於2 是點點點的分布 你現在把這個點點點 把它用中文寫出來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把這些點點點 用中文寫出來 然後貼在 我們的facebook裡面這樣 寫出來寫完整喔 寫完整喔 它是什麼的分布這樣 你就看著 看著剛剛這句話這樣 你不能講負二項分布啦 你要講 它是 重複什麼實驗 然後 你要把它定義講出來對吧 負二項分布 它是 做什麼樣的實驗 什麼樣的 什麼的分布 對不對 是哪一種結果的分布 這寫的不是很對阿 不是很對 這繼續加油 快要對了啊,這個什麼帶心欲之類的,快對了,快對了,快對了 這個黃沛瑜是在哪裡啊? 我給你一個機會改一下好不好,這差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你講重複機率0.248,然後第三次成功前 Yeah,這個人寫的還是最對的,對不對? 重複成功機率0.248的實驗,第三次成功前失敗次數的分布 來,這個就是標準答案這樣,這個人在哪裡? OK,不容易對不對? 就短短一句話,可是 你用講的其實講不清楚的,這東西一定要用寫的才寫得清楚,好不好? 這個同學叫做歐陽義弘,因為這字很小,我看不到,我把它用大了 好,再來 然後再來 再來是這一題對不對?這一題是用畫出來,然後把它貼在Facebook上面,好不好? 好嗎? 我要用這個搖直十次成功分布之前,十次成功之前,失敗次數的機率分布 所以我要看機率分布,你得先把 0次1次2次3次5次,這樣每個次數的機率弄出來,然後把它化成一個Plug,對不對? 是吧?齁? 所以,原來上,其實很簡單的一個 對於一個 不好意思 啊 哈哈哈哈 啊 蛤 要跳 FB FB不會跳 FB不會跳為什麼 沒有 還沒看到呢 蛤 哇這個也 對 這不太對吧 對吧 他應該是一個很長的尾巴 對不對 你應該畫到有尾巴才對 對不對 是嗎 他的機率不會到這邊突然不見了 這樣對吧 他應該更長 對不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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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84其實已經夠了對不對 他已經很過 但我們要看他做的對不對 對嗎 還有人要 他可能是錯的啦 所以你現在 還有做的可以繼續再傳 可以繼續再傳 OK 好啊 所以 這看起來像是對的 我們要不要一起做看看 那 那 那我們現在知道 呃 他是 他是這樣的一個 呃 所以 3 0.248 對嗎 所以我們 這是什麼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要先做D 對不對 是嗎 我說 是嗎 呃 然後是N 是嗎 是嗎 然後 呃 我們想要知道 可能0到 80 然後 我要知道他的 呃 這樣的話我會看到 點機率對不對 我會看到 呃 呃 失敗三次之前 呃 成功三次之前 失敗0次到80次的機率 是吧 對吧 喔 這樣 我們如果只做這樣 你會看到80個機率這樣 可是這80個機率 你什麼都看不到了呀 就是你只能把他 做Barbara 對不對 然後 我們看看 他應該要長這樣才對 對不對 有像嗎 有像 你看我的Barbara 蛤 你去看一下Barbara 蛤 蛤 不過這 基本上還蠻難 蠻難 判斷 到底 畫對還畫錯這樣 可是 不太對呢 因為你看 我這個做到80 對吧 然後 他是長這樣 可是你80 好像 已經 你這個 好像 呀 這個比較像是對的 對不對 來 這個比較像是對的 蛤 十次成功之前 哦 哦 所以錯了 錯了 哇 所以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呢 你們為什麼不貼答案呢 三要改成詞 Right 三要改成詞 才是對的 沒錯 那 現在我是要 十次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要 應該要長這樣 對啊 對嗎 OK 那 那 到底 到底你們做的是對還不對啊 因為這邊 沒有 你沒有標 好我就看不出來 應該是 他的問題 是的話 是在往右邊 好像這兩個都不是很像 對不對 對嗎 那為什麼都沒有其他人要傳呢 你們應該 我的意思是說 對吧 你如果真要這樣做的話 你可以這樣 NAMS 等於 0到80這樣 你要做的 漂亮一點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好吧那這一題好像有點失敗 沒有搞清楚 到底應該要把誰 把獎給誰 不過基本上應該要這樣做對不對 我們把獎給後面這個總學好了 對不對 因為他看到我一個錯誤 因為他是要做十次對不對 我好像寫錯了 我應該要把他寫在這裡才對 他應該是在這裡 好吧 那接下來這一題就更有挑戰性了 對吧 這一題我讓大家搶搶答好不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我要問你說 用這個龜啊 他寡了15次還不能有5次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對 寡了15次還不能有5次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趕快喔 這個 這個只有只有一個指令而已對不對 只有一個指令 所以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要下哪一個指令這樣 有答案的嗎 有答案的嗎 我還沒有 你就 還是貼上來好了 放在這個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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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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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